日本冲繩的美军普天尖基地将从宜野湾市搬迁到明湖市边野谷 天海造路的工程持续进行并在大浦湾一侧实施改善计划 大浦湾周边海域的海洋生态丰富有超过5300种生物 包括濒临灭绝的冲绳冰珊瑚 潜入海中可以发现大片珊瑚被藻类覆盖 有些甚至已经死亡 海湾的另侧则呈现不同景象 珊瑚种类多元 鱼群穿梭其中 美军基地的兴建对环境生态造成冲击 专家为此感到担忧 事实上冲绳当地反美军基地的声浪不断 驻日美军基地有超过70%未在冲绳 战争阴影挥之不去 军民也担心美军在训练时造成的飞安问题 以及其他军事意外 另外像是环境噪音社会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等 都是冲绳居民希望基地能迁离的原因 这次普天间基地迁职预计要花上12年 不仅耗时把基地从岛西移到岛东的做法 无助减轻冲绳岛上基地的负担 让部分居民无法接受 这张社综合报道 追击来入口 追击来入口 追击来入口